Hi, my name is Kai-Wo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可以完全改變拍片的現場收音這個工作環節 讓你現場收音可以更專心的去聽你想要收的聲音 而不是你去調整一些Gain啊 去擔心你的Gain值會爆炸或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32位元的錄音機 那這個32位元錄音機 這個Zoom F3 Field Recorder 這個應該算是非常非常陽春的錄音設備啦 就是因為它只有兩個XLR Input 就是兩個輸入而已 沒有其他輸入 那你如果想要更少 就是有一個小的32位元錄音 那也有更多軌道 有8軌有16軌 不知道有沒有32軌 我沒有查 反正你有更多軌道 有更少軌道 那我現在買的是F3 但是重點不是軌道有多少 是這個32位元的錄音設備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然後用用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這個32位元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因為你平常24位元 就是主流啦 大家用24位元 你要去調Gain 那你忽然一個聲音很大 那你就需要把整個Gain先壓小 才不會讓那個忽然很大的聲音爆掉 不然你就是要先把那個聲音讓那個很大聲的爆掉 然後你再去重新錄製那個爆掉的聲音 可能是像是東西拍到桌上啊 東西摔到地上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Foly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解決這一段音訊 不然他就是炸掉這樣子 那不然你講話很小聲很小聲 然後忽然講話很大聲 這個東西24位元也是很麻煩 就是你需要去擔心說 欸我聲音會不會peak 或者是我聲音會不會太小聲 他可能先去講很小聲 然後忽然大叫 那有前面小聲的部分會不會雜訓太多 之類的這種問題 現在已經完全成為歷史了 因為32位元這個東西 好啦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 因為 還蠻酷炫的 OK那盒子裡面有一大碟的說明書 哇塞 這真的是超級超級厚 應該是各種語言嗎 哇塞 什麼鬼 這什麼年代呢 你看各種語言 各一本耶 你看英文 然後這什麼奇怪語言 哇塞 這個紙用的太多囉 可以再更環保一點 這包裝外盒還特別寫說 哇塞 很環保啊 完全不包含塑膠啊 保利龍啊 之類的 不能回收的東西 但是 我們的 reduce reuse 第三個才是recycle啊 所以你可以先reduce 這這麼多的說明書 到底是在幹什麼 OK那盒子裡面就是我們的 Zoom F3小小的收音機 OK Zoom F3 OK那盒子裡面就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只有一個F3收音機跟說明書而已 接著我們就來玩一下我們的F3收音機吧 第一眼看到這個Zoom F3真的是超級超級小 比我想像中還要小很多 因為我們平常在錄的 像是我用的這個超級古老的Tescam DR-40 這個看起來還蠻大的一個 手掌大小嘛 手掌的高度 那這個F3真的是 哇塞 超級超級迷你 這個Zoom F3我剛拿到手上就覺得它非常非常紮實 因為它整個外面是金屬的 非常非常真材實料 那中間的主體是塑膠的 可能就是減輕重量 但它整個外面有包著這個金屬的框框啦 所以你可能掉到地上啊 或是幹嘛摔到地上 應該不會出什麼大事情 像我這個整個塑膠的Tescam 一摔我這個監聽孔就直接炸爛 所以我後面收音我都沒有在監聽了 就直接看著這個錶 或者是用喇叭回放這樣子 就很智障啦 那這個應該不會出現在這個上面 那整個介面呢就是兩個主要的XLR 有含鎖定裝置的XLR 旁邊有一個Type-C看起來是可以供電 然後用MicroSD卡 音訊輸出的部分它有一個耳機孔 那耳機孔看起來是可以調整音量大小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LineOut LineOut就假設你想要再把音訊送回你的相機啊 或是幹嘛的 送到其他地方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LineOut 嗯還不錯 目前上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喇叭的部分啦 那就是用你的耳機監聽一下囉 電池它是吃兩個AA電池 那我不知道它的收音時間到底是可以錄多長 如果太快沒電的話 你就是要接著USB行動電源這樣子供電啦 沒什麼大不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剛剛聽到的音訊 都是用這個Tascam DR-40 24位元的音訊 那我通常Gain值都是設在一個-10 12 就是稍微小聲一點不會到完全爆炸大聲 那我也錄兩個軌道 一個是正常的音量 那一個是-8dB的軌道 就是一個備用軌道 如果真的是超級大聲 忽然我尖叫幹嘛的 那這個-8軌道就可以稍微拍上用場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切換到我們的Zoom F3 來聽聽看聲音怎麼樣咧 OK所以你現在目前聽到的聲音就是 錄到我們的Zoom F3 這個迷女的錄音機裡面 那應該是聽起來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什麼浮誇的東西啊 什麼忽然大叫之類的 我覺得這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上面完全是沒有給你任何Gain 可以讓你調整的 因為它是錄32位元 32位元就是你完全動態範圍就是這麼寬 你完全不會peak 永遠不會peak 也不會太小聲 雜訊太多 就如果你講話很小聲很小聲 或是你需要把什麼很小聲 假設我現在 就是我現在沒有任何的Gain可以調整 但是我忽然想要聽一下我電腦風扇的聲音 我就可以把聲音直接拉起來 就可以直接聽到電腦的聲音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去調整那個Gain 我不需要去調整說 我需要去錄那個很小聲的聲音 我要把Gain拉起來 這個東西就完全成為歷史了 所以這上面這裡只有一個放大鏡 就是可以讓你看你的波形 讓你確定就是參考一下 你看看到你有沒有可能麥克風沒接好 或是怎麼樣有奇怪的波形 那不然這個就是參考用的波形 因為你所有聲音都錄進去的 那這個波形就只能放大縮小 完全不會影響到你到底錄進去什麼 因為它永遠都是錄32位元 它只有那個取樣率可以改變 那位元率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32位元 它沒有辦法錄24位元這樣子 還蠻酷炫的啦 所以我現在講話可能講得比較小聲 那波形比較小 那你想要仔細看一下我們波形就可以放大一點 欸我們的波形就變大一點 你可以仔細去觀察 那你如果錄一個很小聲的 假設我現在要錄電腦聲音的話 電腦風扇聲音 我就可能完全不講話 這個波形就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我想要仔細去看這個波形的話 我可以放大放超級無敵大 1024倍 你看這個電腦波形就直接炸開來 變得比較大 比較可以看到我們的細節 就是你可以用眼睛去參考這個你錄到聲音的細節啦 就是你可以用視覺然後跟聽覺同時去派上用場 因為你如果錄到一個聲音可能就是這裡忽然有一個波形 那你可能沒有聽到但是那個波形可能是一個很低音的還是幹嘛的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視覺的方式去看到你的音訊 欸出了什麼問題可能麥克風沒接好還是怎樣的 那你也可以同時用耳朵啦 就是兩個可以一起用 那你就只需要仔細去聽你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就是監聽啦監聽耳機 聽你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你不想要錄到什麼 有沒有不小心被錄進去 那你可以趕快去處理 而不用在那裡去調整 喔GAME啊 喔我的GAME啊要peak了 哇塞太小聲可能雜訊會很多 這種問題成為歷史 那像是你的那個Line Out 假設你要再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這裡有一個Line Out Limiter 就是你因為這台錄音機是錄32位元 它永遠不會peak 但是你輸出的那個音訊 你的另外一個錄音設備 其實是會peak的 就是你需要注意你的音量 輸出的音量 所以你這裡有一個Line Out Limiter 你應該是還不錯用啦 我不知道 因為我應該永遠都是用這個32位元 但是你假設你想要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就是有一個Limiter在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Audio Interface USB Audio Interface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個USB Type-C 接到電腦之後 你這個錄音機就變成一個錄音介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USB Type-C 接到電腦 啊電腦你就可以用你其他軟體啊 可能是音樂的軟體 直接錄音 就直接錄到電腦裡 不需要再 欸我這裡錄完 然後再存到電腦裡 然後再去處理 你可以直接電腦直接錄音 就一個錄音介面的概念啦 目前我已經遇到一個神奇的小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Hold跟Record 這個滑感是在同一個上面 所以你可能在Hold上面這裡 Hold 那你想要 欸忽然解鎖 看一下這個波形啊 想要放大之類 你想要往上播一下 那這個滑感 非常非常的敏感嗎 就是不小心 你就會不小心 就直接往上播 播到一個Record 所以就變成你可能錄一錄 然後不小心Hold 你要解鎖 就變成你停止錄音 你就直接Cut掉了 超好笑 所以不知道小小的問題 那就是你使用就需要小心一點 或者是你就不要Hold 就是小心 不要碰到這個東西 不然你就不小心停止錄音 而且你還不知道 就這個紅燈就熄掉了 如果你沒有注意的話 啊我們再稍微玩一下 我們32位元 我們剛剛就是超級 就是在畫畫畫外面嘛 啊我們直接把麥克風 放到我臉旁邊 這樣子聲音 如果你在24位元的上面 你一定要去調整你的Game 不然直接會炸開來 那這個32位元 我不用動它 我現在直接回到我們的剪輯軟體 把它拉回來就可以 我們就稍微玩一下啦 你看我們完全沒有去碰這個Game 直接錄 這真的是還蠻酷炫的東西啦 完全不用去調整的Game 這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也聽聽看聲音 應該會不一樣 因為麥克風位置就不一樣 那反正就要看看它到底如何 還原這些很大聲的跟一些很小聲的聲音 OK那走我們今天的分享 這個Zoom F3的開箱 然後還有32位元音訊的部分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